YouTube 大家好,我是Stan 最近两周轰动全韩国的韩索宇和李俊尼尔宣布分手了 而在所属公司宣布分手消息前后 韩索宇在网上发布的照片留言再次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3月30号,韩索宇的所属公司对外声明 韩索宇和李俊尼尔分手了 两个人都意识到作为演员的角色更为重要 他们承诺不再因私生活消耗感情 韩索宇因个人情绪问题给自己和大众带来了困扰 沟通的方式不对 对此深感歉意 公司将接受任何批评 最重要的是 公司对于没有照顾好演员的责任很大 所属公司没有妥善扮演其应有的角色 我们正在反思 虽然有些晚乐 但我们会从现在开始改正 请用温暖的视线看待我们 我们会以健康的样子重新回来 接着李俊尼尔的所属公司也承认了分手 其实在公司正式声明分手之前 网上就已经传出了两个人分手的谣言 昨天下午 韩索宇在他的部落格上传了好莱坞演员 Nicor Kidman的照片 这张照片是Nicor Kidman与Tam Cruz离婚后欢呼的照片 在韩网是一种恋人分手后 用来表达轻松心情的流行名音之一 被称为是Nicor Kidman离婚照 因为在官方声明之前 韩索宇就发布了这张照片 所以网友们就已经猜测两个人是不是分手了 然后在所属公司声明分手之后 一位网友在韩索宇的部落格留言 做得好所以我都感到很痛快 结束得很好 遇到闭口不谈的回避型人类 最终心里只会剩下探黑的感觉吧 让这段时间受的伤慢慢康复吧 希望能好起来 遭到了那么多的攻击 对此韩索宇回复 就是嘛当事人本人闭口不谈 而我正试着做点什么 但他却说只要时间一过就会被遗忘的 不过怎么办呢 对我来说一直保持沉默不是办法 因为我的粉丝对我来说也非常重要 感觉是在举集没有明确发表立场的Dirginior 但是韩索宇很快就删掉了这段文章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真的很厌烦了厌烦了 只是短暂交往却好像自己经历了人生大事一样 还发布了Nicor Kidman的照片 自己一个人在大惊小怪的 真希望在广告上不再看到他 如果这样的话就不要去狙击黑的压 做了所有的攻击之后 自己再上传一副解放了似的照片 这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之前的很酷很坦率的形象都是包装的 没想到水准这么低和缺乏控制力 这次事件完全暴露了他的人品 别再假装因为爱粉丝到疯狂了一样 如果真的考虑和爱着粉丝就不会这样做 为了诉说自己的委屈 连已经道歉的前辈都扯出了 吕俊俩也说要沉默 等待时间流失被遗忘 但却因为不能忍受自己的怒气 而把这些话都说了出来 说是因为粉丝太重要 无法保持沉默 你知道那些粉丝为了保护你 这几周来失眠焦虑 甚至与黑里的粉丝们争吵 你还能这样说 我知道你看论坛 现在也应该再看论坛反应 真的别这样 别再假装因为爱粉丝而疯狂 别再假装是为了粉丝而存在 你只是认为自己才是最重要和珍贵的一个人 但是为什么韩索俑的粉丝们要骂黑里呢 他们去黑里的IG上质问为什么要先狙击 还说是因为你毁掉了一个人的人生 在部落格上也留下这样的评论 但黑里没有针对韩索俑吧 问题是出在那位和他交往八年的男演员 他却以为黑里是在指责自己是幻成女 然后韩索俑上传了吃刀狗的照片 让事情变得更加严重 本来黑里就没有针对韩索俑 为什么要怪罪黑里呢 这艺人的水准真的是在底层 认为她的行动很酷 很坦率的粉丝水平看来更低 透过这次事件可以知道 无论是写作能力 思考能力 还是自我控制力 都显示出远低于基本水平的底层状态 吕俊俑说的对呀 如果不是因为韩索俑的话 正应原本就是会过去的问题 所以连粉丝们也要她不要再闹了 而且吕俊俑已经公开表示 她不是换成恋爱 黑里也发表了立场 到底未来很所以 女俊俑和黑里要做到什么程度呢 昨天还让黑里联系自己 最后还发妮可儿几德曼的照片 却说是考虑粉丝的感受呢 女俊俑既没有对前女友表示尊重 也没有保护现女友 不论是黑里无缘无故发什么 还是所谓生气 他们都是跟自己有身后的关系 她应该保护他们 并负责起结束这件事的责任 她却如若地隐藏起来 不发一言 让女人们互相斗争 只顾自己的节目 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坏人 在这里 那位男演员的处理方式不是最正确的吗 这不是公开的部分 而是私人的恋爱 不管是先狙击的人 还是煽动的人都半斤八两吧 如果真的考虑到彼此以及他们的职业 即使生气也应该要在私下解决啊 要求公开解释反而显得更荒谬 如果女俊俑一开始就行事端正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之后保持沉默的操作也是最糟的 前女友和现女友的形象都毁了 而她却闭口不谈 如果把前女友的短信记录全部挖出来 具体公开的话 肯定会有很多人说 这样不是会伤害到另一方吗 我认为女俊俑的处理方式是明智的 说实话 如果一开始 韩索宇也像女俊俑一样保持沉默 可能只有Haley会被视为 充满眷恋的前女友 被网友们骂 关于不是换成恋爱的解释 只有所属公司声明一下 换成恋爱的话题就可以平息 结果可能只有Haley受到批评 但韩索宇上传 窝刀狗狗图片大闹 本应该是最大受害者的她 结果却受到了最大的形象损害 不要搞错论点了 大众们生气的 不是韩索宇是不是换成恋爱 而是她对应这件事情的态度 目前韩网几乎也是一面倒的 对韩索宇非常负面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 透过IG到处猜测嘲笑 都说不是换成恋爱了 还在说从什么时候开始交往了什么的 所以她才会发了那些文章 当然韩索宇的吃刀狗是有点过火 但是Haley先不了解情况 就在IG上发了现动 韩索宇才开始被指责是换成恋爱 反而韩索宇一个人被骂得凄惨 她自己一个人被指责的情况下 那个当事人完全没有打算要开口 换做我也会感到困惑和疯狂 作为一名艺人 她的应对并不好 但是我理解她的不安和委屈 所以我只是觉得韩索宇很遗憾 对现在只有韩索宇一个人 被骂的这个情况很厌烦 对那些完全不考虑韩索宇的立场 就嘲笑得你们感到很傻眼 对于整个争议的开始到结束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对于整个争议的情况下